多謝主席 我也想跟進紀律部隊人員不足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警隊差幾千人 懲教亦都流失率非常高 我一直都問很多紀律部隊的人員 或者外面的年輕人 怎樣可以吸引他們進入紀律部隊 當然除了使命感之外 其實福利對他們來說都是重要的 福利包括什麼呢 宿舍 包括子女教律津貼 包括他們的醫療保障 也是現職紀律部隊人員的訴求 所以如果我們想吸引多些人才進入紀律部隊 也想留住人才的話 我希望局方考慮一下 第一盡量多生產一些宿舍 當然我們現在土地不足 但未來我們有北部都會區 我們交易交人工島 我們都會有更多土地 那裡規劃希望有足夠的宿舍 第二就是子女教育津貼 希望都可以 適用於新製的紀律部隊人員 第三就是我們都提了很多次 他們退休之後的醫療保障 其實都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有這些福利的話 相信對吸引紀律部隊人員入職 是會有幫助的 希望局方可以考慮 首先我要說宿舍方面 宿舍方面 其實我們跟工會的溝通裡面 他們都有提出這個訴求 其實這是部門宿舍的 主要規劃是保安局 保安局和工門事務局都收到他們這個訴求 我們都會在未來政府的土地規劃那裡 我們會做一些適當的部署 但是對於譬如現時的宿舍 其實政府都在不斷地改進設施 譬如他們部隊有些要求 同事有些要求 譬如一些車位要有充電的設施 現在多了電動車 或者是要有好一點的WiFi的設施等等 這裏都是在改進的 另外就是子女教育方面 其實無論是子女教育 退休後的醫療等等這些 其實都不只是為紀律部隊做的 我們都是全政府 全公務員的一些或一的服務條件來的 我們在這裏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做了那個轉變 是新製的同事那個轉變 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很好的原因 就是希望跟私營機構提供的服務條件 提供的形式、種類都是相符合的 或者是起碼都接近的 所以在這裏的改變 我恐怕空間不大 但是在子女教育津貼方面 雖然我們不會重新引入子女教育津貼 但是其實在今年的先兆報告 我們都提及了 同時我們會有一個內地的子女教育的獎勵計劃 她的子女只要在內地是接受中小學的教育 以及她如果是有校長的推薦 我們都會有一個獎勵給她的 暫時都是有一個名額的限制 不過以我們對於同時子女在內地受教育的情況來看 似乎那個名額都是夠用的 我們現在都是就這個計劃 在諮詢同事的意見 希望這個對同事來說是吸引的 隨意見 隨意見